非专业机构投资人在做基金投资组合配置的时候 首先要避开趋势向下的标的 一档基金无论你如何看好它 对它如何有信心 只要你买进之后连续下跌三到六个月 就会对你的心理上造成很大的压力 如果下跌的趋势持续一年以上 再坚持的人都会崩溃 横向整理的走势会在账面上反复呈现小赚或小亏的状态 会把你的耐心整的都没了 要是你硬是忍住坚持了下来 也很容易在第一个出生段就把它卖掉 前面的坚持对于后面的获利帮助不大 不断向上攀升的这种走势 虽然说你每月买进的成本越来越高 但是账面上始终看到的是获利的状态 这会让你感到比较安心 另外你只要坚持定投 每个月准时供款就行 所以这种趋势向上的形态最适合一般的投资人 但是在这个攀升的过程当中 基本上一定是一路震荡走高的方式来进行 我们可以把这个趋势看作是沿着一条上升趋势线 波动走高 虽然说是一波比一波更高 但是在每个波幅拉回的时候 心脏不够强的投资人可能还是会觉得很害怕 我们可以在投资组合里面加入债券型基金 这样你的投资组合的波动就会收敛许多 也就是比较稳定的意思 但是很可惜了 这样做往往会把投资报酬率给压下来 我们可以借由调整投资组合里面的股票 跟债券的不同比例来获取我们所期望的报酬率 以及可接受的波动风险 我这边按照不同的股债比例做出保守型 稳健型还有积极型这三种投资策略 我们首先看到的是保守操作策略的投资组合 三年的平均报酬率是7.81% 而波动率的话是11.41% 接着我们把股票型基金的占比拉高 做出一个稳健型的投资组合 我们看到三年的平均报酬率来到14.01% 而波动率则是17.10% 再来我们把股票型基金的占比一口气提升到90% 可以看到的是三年的平均报酬率是18.72% 而波动率已经来到22.61% 从这三张表我们再次认识到 获利的机会跟波动的风险是有一定的正相关的 如果喜欢它的回报就必须接受它的风险 事实上大部分的人买基金都只看过去几年的绩效 而所谓的专家则搞出一些复杂的流程 其实也选不到什么能够让你赚钱的基金 跟设飞标决定买哪支基金比起来好不了太多 从业20多年来我观察到投资买基金 是不是能够赚钱主要取决于两点 第一呢就是这档基金的信心 第二就是自己的耐心 至于财经专业对市场走向的判断力都不是那么重要 毕竟看对了也不会赚钱 只有做对了才能赚钱 好如果你希望能够在5到10年之内财务自由 记得关注点赞并分享 Let's fire